从这个演讲我们请林玄佩教授 我简单的 Dr.玄佩林的receive is an MD from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currently professor of pediatrics and human genetics at the Maakai Medical College and also attending physician at the Maakai Hospital Maakai being a very well-known Scottish Canadian working in Taiwan pioneer for developing Western medicine in Taiwan so he's an important person in the medical history of Taiwan Dr. Lin has his genetic training with professor Yang Anfing Chao Su at Yale so he's practicing a lot of clinical genetics and he's one of the pioneer and serving a lot of patients in Taiwan he's currently holding many many important position for location group but the most noticeable of two positions he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Taiwan Human Genetic Society and also the Taiwan Foundation of Rare Disorder 我们今天早上TRDN的成立很重要 除了国务院得到国家的经费 我们跟台湾的人类遺传学会很多会员 很多主要的台湾遺传学员都是在SPAW 我们有很好的一个肯定 另外就是我们韓并基金会 我想全配在这边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他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 就是我们早上谈到说旗舰计划一开始的focus 是说我们喊病开始 那林医师早上要来 因为他看病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然下午后来他要跟我们介绍 他自己共同合作 用Hodinus sequencing 来看一些比较困难的病例 那请林教授 非常谢谢山东教授的邀请 我在过去两年在蔡州的协助之下 然后透过韓间基金基金会 跟台湾的人类遺传学会 大家的支持 那因为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报告 所以我就把我能够跟病人取得的他的同意 能够到比较第一手的 平常资料的马洁院的Databank里面 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那等下会有一些病人的一些业力举程 等等的事 透过了他们本人跟家长 他们的同意之下才能够release 所以我的报告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样的全貌 是一个初期的这样的传统 希望能够抛分预议 然后后续陆续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 我们的人力全学会的这样的会员 以及我们很多的喊病的家庭 刻刻的投入了这样的一个计划里面来 那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跟大家来做更想 那是我们的计划里面 那今天的online 然后我会给大家三个scenario 第一个是 我其实刻意的要挑选这个个案 也是因为藉由这个机会能够 希望能够唤起蔡经文教授 对我们这样的一个重视 在我们癫癫活活的走二十年 在柴州民里面找到他的一个 Costate and Gene 然后才能知道他的免疫情很意外的发现 台湾有光被以待 那后续的路还有很多需要走的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scenario 第二个scenario是 在过去也一样二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摸索 那台湾在连狼症的这样一个集体的 大家合作之下 慢慢在亚洲合作的相当的不错 感谢他这种好多位的专家 跟多位医师的协助 那这条路还在走 那他主要的诊断 接下来是治疗 那治疗事上是我们还是 联想可以接受 但是让我们也是很满意 所以在临床医师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在做诊断 刚刚吴医师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临床医师 但他也做发现了临床上的问题之后 也深入去做探讨去研究 希望从根本上面来解决这些临床上的一个问题 那第三个scenario是说 我们在过去两年里面 我们手腕有将近70% 在动用了所有的临床 所有可以找到的一些工具 试图去解决 临床医师上没法解决的一个程度上的问题 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诊断 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 事实上通常是非常大的困难的 所以这是我的第三个scenario 所以是一个简单的 conclusion 那我要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也要三个scenario 所以三个什么 有点代表了我们的看三十三 看四十三 之后直接进入到 好像我看懂了 但是又变得不太懂 那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已经误入虫领了 还是是怎么一回事 我是到山林里面去 然后就看到不到三了呢 还是说因为我们看的 没有看到全貌 所以它是显微的 还是有宏观的 还是最后要回到临床 所以真正的一个 很好的给临床的诊断治疗 跟后续的追踪 我相信我们要看到 是真正的一个全貌 所以在Costum Genetic Vectors 以及它整个的一个 Penotype 跟 Genotype 的 Corelation 当然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最后我们很希望 在我们能够 可预见的将来 我们达到这样一个 又再多的能够看三十三 看水十四 这样的一个境界 所以这三个level 这是一个 我们对于可以说人生 或是quarticle 应该讲quarticle life 应该讲的是quarticle life 但实际上以尼床医治疗 我们讲的非常非常的世俗 非常实物 其实讲的是quarticle life quarticle life 我们可以是normal people 但我们是对于我们的 很多很多人的特殊疾病的病人 我们将来训练对他 所带给我们的各种 各样的一个机会 跟各种的挑战 一些工作去对应他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想用Signetic Vections 或是我们Deciphering 那当然我们讲的 就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我想用这样的一个 小步骤跟大家看一下 那蠻远不了 都还是还没有完全解答的 一个面向 所以Cenetic Vectors 的第一个 主要是我把它 相当的Obitrary 来分作是三个type 那为什么叫Scenario1 Garrow for White Syndrome 当作一个例子是因为 我们可能很早就知道了 这个疾病 只能让它很简单的定义 以臨床上面的角度来看 但是这个疾病呢 我们看了很多 发现它有Cenetic Vectors 但是我们就摸透它 到你的常态的地方 那这个疾病呢 有一些时候是可以治疗 但就Garrow for White Disease 很可惜的 我们束手无策 而且病患通常会在 三岁以后 结束它的短短的生命 带给这样非常非常多的 一个压力跟挑战 以及刚刚吴斯也提到过 如果去在Brenato 带给路斯上面 能够对他们 带来一些 不得已当中 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是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struckle的运机 所以需要 带来很多的协助 Cenario2呢 主要是说 我们知道了一些 极定的一个underline 我们在Bipelical 的一个fail里面 我们可以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甚至我们可以个别的去解除 它的一个Synthes 就是Clear Condition 所以Synthesumatic treatment 跟Synthesumatic treatment 事实上是 我们在MPS的一个诊断上面 当年是一直是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面向 慢慢的 我们也知道说 它有各种各样的 它事实上是一种的疾病的group 事实上它有不同的 disease spectrum 之外呢 事实上MPS 对我们来说是 至少目前为止有 十一个奇异的病变 导致类似的 那种的一个结果 所以 对于这样的疾病 我们如何去缩短它的一个 诊断确诊的时间 去提供给它有效的治疗 因为在这里面 慢慢发展出有效的ERT 有可能 very potentially 的 gene therapy 那如果没有一个正确诊断 事实上也有可能 把第一型的病 当作第二型 给你的第二型的一个 那个药物 但事实上 它当然没有大好效果 像不只是 对病毒里面 有什么帮忙之外 这些疾病 人药物的治疗 各种各样的治疗 像不像是珍贵 知道这些疾病 很贵 会对全民健康的道路 带来不必要的一个损失 那 scenario 3 当然就是NGS 在对于我们 耗尽的所有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之下 我们还是一样 有很多很多的 不足的地方 那包括这样的一个计划 事实上 我们得到的 不错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三个一个 个案的一个报告 好 那第一个 scenario 1 就是刚刚所提到过的 那刚好我看到的 蔡俊虎教授走进来 所以特别把这个当作的 第一个 scenario 来跟他做这样一个报告 也跟各位在座的分享 我们耗尽了20年的时间 才能稍稍地知道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面貌 那这个面貌呢 刚刚提到过了 它是一个制定性的 但是它的配方是一个 singling disorder 绝大都是automary excessive 极少数 extinct 那我们在台湾呢 我们有自己最独特的 mutation 是这个foundary cat 那我们第一个个案 真的就在1990 刚好几年 20周年 在第一个个案的时候 我们很快就辨认出来 因为我们有multi-discipline的 一个teamwork 其实经常的医师 先发现这个很特殊的一个状况 这个孩子非常非常大的age base 老婆婆的脸 老先生的脸 在一个几天 出生还几天大的 一个小朋友 出生没几天 他们就觉得很怪 而且他有很独特的一些 脑部的变化 那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大的 没有发育的一个脑部的变化 那后来我们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做了很多的 讨厌diagnosis 那还有他有独特的 讨厌的一个features 有相当的 characteristic的一个finding 没有几个星期 这样的孩子 逐渐会发展出一个 progressive 而且是 low return 的一个 nephority syndrome 所以做了很快的 讨厌的end stage the renal value 那就带走他的生命 所以他的临床的一个表征 在这边 有一个导致 以及他的临床的表现 其实最主要最主要的 两大主征 其实是 cns involvement 它是很快速的 就带来很大体的 异常的一个变化 跟临床的一个表现 那还有一个是 early onset progressive nephority syndrome 所有的在 几乎在新生儿时期 在几周到 甚至 就是几天 可能就有一些些的 变化的孩子 几乎第一个要想到这个疾病 未来或许有其他可能性 但是我在我们过去所看到的 后来这样的一个 经验的分享 到了透过医学会的这样的网路 有很多从南到北的 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小奥科医师 也把这样的疾病 都分享之后 也一起的努力 透过大家一起努力之后 我们一起的跟国外 来做一个对话 终究找到了 他特别的一个病名 这个疾病 如果以台湾的 这样的一个 本土的一个特殊的表现来看的话 那发生起来极端极端的 低低到大概百万个之一 但是对于特别的疾病的病人 我们有遇到过 有一个家父 他其实是上市了两个小孩子之后 在第三个之后 到了麻洁医院 透过了团队来合作之后 才终于的凝聪上确诊 最后呢 逐渐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也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 能够用产生成分的方式 能够有一个健康症候的孩子 诞生 那在 我们的台湾跟东亚地区 事实上我们看到了几个最终的主称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通常我们没有买过Severly 非常厉害之外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H-phase 跟Arachemogamy 就是蜘蛛狀子 这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它非常的细微 非常suttle 但事实上 它在我们的电震上面 有非常非常有益的这样一个结果 好 那我们把这些情况呢 当然应该是一个multipatory 所以看到从Neurologic side 从Neurology 然后从我们的Neurologist 大家一起的努力之后 我们把我们的结果呢 开始律续有一些publication 然后也用到了 Neurology 在申请教授的一个协助之下 我们做了一些 Neurologyneurosis的一个工作 然后解决了一些问题 但事实上 问题是解决的一部分 尤其是临床的问题解决比较多 但对于它的确诊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为什么是一个SYNCOLYN DISCODE 我们明明白白 在很早 几乎20年前 我们就确定 它一定是SYNCOLYN DISCODE 但我们不晓得它藏在哪个地方 而且是 事实上很快的我就知道 是这样 我们写的paper 是在有好处的 很快的人就早上回来 就是这位当年是非常年轻的教授 跟吴教授后 一样的年轻 他非常热情 而且气而不捨 事实上是他主动早上回来 也看到我们的paper之后 这个Weal disease 的Dr.SYNCOLYN 这是我们的同事 蔡医师 那我们一起 这样子工作了大概大概20年的时间 他其实 一再的动辱 用传统方法 传统的approach 用SYNCOLYN也好 一个又一个的possibility gene 完全没有办法找到 他到底藏在哪个地方 那好像在2年前 2017年 法国的group 号称他们找到了一个FDN7 他吓坏了 哇这下完蛋了 S7 那个 等一下会看到 S3 好像也有可能是 一个possibility 那周明 透过了Dr.SYNCOLYN的这样的一个转介 然后我们一起加入了 Aber University Nephrology Session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最后终究是用了NGS 才解决问题 而且问题一解决之后 一连串的 除了这次刚刚讲的 法国的group 看到FDR73 因为在台湾没有 对不起我刚刚自然是讲错了 不好意思 correction一下 那事实上后来有FDR在西方世界 也就发现了一些可能的variants 但绝大多数这四个 都是这样的一个进化之下 全球的合作之下的产物 那刚刚提到过 我们在台湾之上 也发现了一个S3 的过然 它就在NH3 这个经常找到mutation 那另外我们的病人 非常独特 全部都是在这个 分在Type3的 Bellumovat syndrome 其实叫Balmos 3 这样的一个mutation 就是它是一个 Positive Genes OSGEP 而且一律都是同一个mutation的点 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 几乎都是Hormozygous的一个mutation 所以总共在六个配型上面 我们identify了一个相当 identical的一个mutation 所以我们有一个fondrate effect在台湾 那这是我们的 当初的这些造型的硬人 陆续话 全都发现了大概二十来的一个硬人 非常独特的Hormozygous的 非常细瘦长的手鱼匠 非常老先生老太太一样的脸 在一个出生儿的脸上 就展现 逐渐会变形 是因为同样的孩子 慢慢慢慢它会 因为NH3 NH3 所以它会全身的垂直 慢慢慢慢它可能是会 就是在2017年这个书户的报告出来 慢慢我们也在进一步的做fetralization 看它真正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应变的表现 尤其是我们独特的台湾的一个表现 我们现在还是 还没有在进一步的有任何的一个动作 我们需要各位在座的一个专家 选手的一个协助 这是Margin Group 用红色的underline 因为台湾的其他的伙伴 是用蓝色的underline 所以他的一个passway 实际上是蛮颠簸 以其曲折之外 还要不离不弃 因为这些家长事实上 还是在三岁以前 其实觉得到处在一岁以前都走掉 就一个不来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是AED回家之后 在家庭非常的照顾他 照顾到快要三岁了才走掉 但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suffering的一个situation 那这些家长还好 我们都发生一个相当好的严格化关系 所以后来陆续才能够把这些 简体甚至有一些passway histology 的一个简体 能够得到他们同意之后 都解密出来之后 都继续的做team的study 所以他立统的一个表现 事实上是相当的 特别来看是相当的non-specific 但是他非常unique的地方 是因为他的发生太早了 甚至早到beatle stage 其实就开始发生了 那特别的赤专科来看的话 可能都只有盲人梦想看到一小部分 不过有很好的multi digital的合作 我们不相的转介 要做combine care 这样的一个plan的话 我们会一起讨论 得到一个将近是一个全貌 临床上面的全貌的一个状况 所以很快的我们就下了一个共同的诊断 他应该就是Galutmova syndrome 然后这条路要走多远 走多久 需要走多少时间的摸索 事实上 能看个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纪律 不过在台湾 因为我们吐国医学会的一个网络 我们事实上 能够得到非常快速的一个诊断 然后能够得到还不错的一个 临床的诊断 以及supported care 那seniora tube 这是NPS 那在座有很多的伙伴 全台湾 来自全台湾各大医学中心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delay感有史是非常非常common 从短短的几年 短短几年 都对于算是非常棒的 至少三年 两年 是已经非常非常不错的 甚至有些病人 是到三十岁甚至五十岁 才被确诊 他有这样的一个 r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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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orders 而且这里面对我们来说 他不是one disease 他事实上是一个总共有十一种 individual ambient disorders 一个disease category 所以他有一个wide spectrum 从mine 而且里面一直到secure phone secure phone 可能还没有得到上面的诊断 他其实已经不过时了 那这样的情况 因为singling disorder 他会再发 所以这样的悲剧 在有几个家庭里面 事实上已经发生过了 第三次、第四次 高达第七次 终究在他们的总共 我们有一个时代 总共追溯了六代之后 终于在其中的 第六代的一个子孙上面 被确诊之后 回溯过去 从老猪的教配 跟留下的检体当中 去确诊 MGS2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你看他的一些cluster common symptoms 跟cluster of unusual symptoms 如果individually去看待的时候 实际上 他很容易的就被诊断 就解决了的样子 但是解决这个问题 并没有解决到绝对的问题 譬如说他一再的凡发生 肯定是肯定是肯定的 肯定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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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解决之后 问题还会再产生 甚至会发生更多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涵盖了全部的一个气管系统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全身的 multi-organ multi-systemically involved 因为NPS 它就是一个粘朵糖 粘朵糖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粘朵糖 在我们所有的细胞 所有的一个组织器官系统 只是它含量多或少 它大部分是 就是安挂在scale-system 以及connected tissue里面 所以它的一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一个全面性的 不过因为我们的临床医学 主要是还是以 sus specialty的一个表现为主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快乐观 接触不见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我们后来就想出 这样的一个方式 用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reminder 来告诉所有的临床医师 其实只要看到了两种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比较 common or a little bit uncommon 的医療程序医师 请务必要想个话 MBS put into you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就这么简单 你想到很多的病 我们都没有意见 请千万不要忘记来粘朵糖 因为这样的关系 在过去几年 我们也真的有提早的诊断 我们的粘朵症的那个病人 诊断的一个 偶尔真的是广霸残 就是诊断的 就一长算的 至少两代 三代的病患者 一直都有 因为MBS have two insulin sessions 在亚洲 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占了百分之五十四 好 那诊断的经验 是大家都要把手留下 有很多的一个 stepwise 的一个 那一口的一个 invaluation 接下来是经过的lab lab的一个study 那最后还是 透过过去的方式 我们还是一个一个的 这样的一个基因来去敲它 你MBS two 战略都会使用它 变成头号的敌人 所以你去做MBS 最终的IDS 冻固了之后 立起来再往下走 当然透过很多的配套措施 不过现在我们也用了 NGS的一个panel 来帮助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又是另外一个odicy 这样的passway 我们如何让它能够 快速的解决 不要那么多颠簸 不要那么摸索 那我们曲折离奇 造成了很多很多的 不必要版的一个损失 所以呢 如果让这些suspective patient 透过临床的路径之外 有没有更好 更有效率的路径 所以刚刚在听的时候 我也觉得心有戏机会 非常大的共鸣 刚刚吴医师的时候 他从严用严床角度 他在选择一个更有效率 更简单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 如果你做肌肉态 肌肉态的correlation 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 好 最后一个scenario 再非常感谢三位病人 跟他们家人的一个同意 让我们能够给他们的影像 让他们更加逼真 那在总共目前为止 有解码的大概六十个 我个人的一些病人当中 这是其中的三个代表 那比较 为什么挑这三个 请听我稍微跟大家做个介绍 它是加图唯一的 这样一个个案的样子 那它常年都被诊断确诊 冥状确诊 是一个dermatic patient 那通常呢 它是extinct recessive 但是它是一个female 所以我们就想了一大堆 是不是screw的能够 就是aculation 它是有没有可能 比较rare subtype of dermal dysplasia 但是我们都是束手不策的 很多很多的努力 去过了很多很多的 一流的最棒的医学中心 去寻找second opinion 直到NGS来协助我们 它把所有能够做的 我们想得到的 其实都做了 健保给付的、健保不给付的、 支配的等等 它有补助的 NGS的这样的一个panel 透过了它的临床上面的 非常精确的描述 跟to correlation 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那终于找到了三个基因 所以它是trigenic 那事实上是有点颠覆了我个人的 single genesis monogenic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它是第一的 让我能够学到说 原来trigenic、digenic 甚至还有something else 我们有很无限的想象空间 那这部病人事实上在 它的这样的变化当中 它可以大概一个人看过去 跟healing impairment 有关系的 在一个基因 手上recessive 然后这是一期seosis 脚生下的基因 的变化 另外它有muscle weakness 的一个表现 它逐渐逐渐的 在去年的三月开始 它开始走路越来越慢 越来越离奇 有点点 刷死人的平衡感 这是第三个个案 第二个个案 对不起 第二个个案呢 可以看得到 她已经18岁了 妈妈在接到我们的 这样的临床的报告的时候 但是我刚才讲 这是出乎的报告 妈妈是真的 真的是burst into tears 洗劫了气 经过了将近18年的摸索 然后跟这么多的医师 她对医师是很大的感谢 对医疗人士非常感谢 她终于找到她女儿 为什么得到这个基因 那其实我自己 其实有点要去撞墙 因为它是charge association 或charge syndrome 对于小儿医生科 意思该说几位 真是前辈或老师 应该 应该要修理 我打我屁股之类的 因为charge association 理论上 在小儿科 尤其是非常有 well training clical training 的意思 赵老师也在那边 事实上是不应该漏掉的 不应该没有想到 但是我们刚刚讲 我们就一个一个去敲她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能 你没有一个panel 可以离去 那更不用讲说 NGS 所以这个妈妈真的在门诊 听到这样的结果的时候 眼光放空之后 泪出就好大 泪出就这样 结果她还很开心 我说是这个病 这样子 那当然我不要讲太多 她的临床的细节 等一下我们有一个很简单 slide 大家来分享 果然找到了 但她就算很独特的地方 它属于mine form 这是所谓的charge C-H-A-R-G-E 然后 蓝色部分是她临床上表现的 她表现又没有非常非常的清楚 她没有那么严重 然后呢 很重要的是 她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情况 你看 跟典型的一个个案的facial appearance 实际上不是很类似 她就一点点像 但是不太像 她耳朵也是要糟糕 到这么样的严重 然后很重要的是她是没有职工 她没有疏难管 所以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困扑 对 但是她其实她的外 甚至是完全是一个正常 透过我们的护理单位的 还有我们的女士的一个协助 跟妇产业医师的协助 但是当我们知道她是一个charge syndrome的时候 我们去Google一下 她就说 原来在Nationwide Children Hospital 又一个跟她好像看起来类似 但这就是后见之明 但是更进一步的一些 还没穿的一些叙述 以及她相关的一些clical features 好 那是最后一个个案 其实我们当初是这个 由她的姑姑 由她的那个家人带过来的 因为妈妈能力不是这样好 她也是这样 她被离婚 所以 因为有很多很多家庭的故事 那是说看到这样一个孩子 她很乖巧 但是她是有点点慢 她 有时候需要缓读一下 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她不太清楚 不太能够描述 家人知道她长得那么小 因为她怎么学习那么慢 她怎么跟不上 脸上好像有弱耳弱 但是后来终于那个外婆出面了 她说她其实长得跟她妈妈小时候很像 但是妈妈发福了 妈妈终于露面了 本身一出现 我们就觉得好像有个妈妈去找 我们觉得两个母女有点点像 然后去看一看 妈妈真的是比较明显的 有一些肢体上的一个变化 那除了short central之外 她其实scalar system有些的变化 尤其是她的手跟她的脚有很多的变化 女儿在很小的时候 其实根本看不太出来 这也就是 我看Niko dysmorphology 一个最大的挑战 那当然 她有这样的一个初步的一个 reading 的一个结果 接下来 20-day gene 有这一些 然后终于找到了一个 她的一个非常大可能的 一个cosmic 这样的一个 为什么不一样 终于realize 因为她是X-limit recessive disorder 对于男性的病患来说 她真的是很容易辨认的 很快就会想到的 但她是一个female 所以在X-limit 一个disorder上面 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挑战性 更不用讲她的一个X-innovation 她的Skew Skew的 或是说其他的一个 uneven的一个discussion 好 所以呢 简单做个小小的结论 借用了几张slide 那我们传统上面的 从Cyto genetic的一个领域 慢慢进入到的 一个molecular的领域 那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approach的方法 在过去的一个single gene 用single gene 方式去诊断的时候 对我们尼床医师来说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一个 痛苦不堪 但是又必须要走过的一段路 慢慢我们摸索过后 这一些学习的结果 真的对我们走到目前的结果 事实上有相当大的一个方法 可以看到 那当然诊断率 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出处 在去年的 The Nature Review Genetics 上面有一个很好的review article 是一个小儿一课 一诗写 那 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样的一个诊断当中 等一下会有个简单的一个summary 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那还是需要 phenotype 在genotype correlation 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没有一个非常好的 临床的一个结实的 这样一个variation 它的一个结果 你很难去做很好的correlation 然后也很难去再度的回复到临床 找到的结果 再回到无关的临床之后 对临床的解说 对临床的一个诊断 对临床的一个诊断 对临床缺诊之外的一个可能的治疗 立即有效的治疗 当然是最好 刚刚我们看到几个 尤其施教授的报告上 我觉得非常地兴奋说 有一定是对你们 能够达到那样的境界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用 stepwise的一个strategy 好 那所以 蛮是需要一个 money different in 一个team 这个team care for the patient 然后一样 look for the future 它需要有一个 非常不错的一个conductor 当一个leader 然后 不离不弃之外 我们有很好的一个teamwork 这个teamworker 需要的 我们的里面的members 非常多 这里面有很复杂的一个 glow chart 给大家做个参考 我个人觉得蛮赞同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内容 好 所以 时间之关系 简单说一个conclusion 大部分的rare disease 大部分都是在小孩子里面 就开始发病 发病之后呢 它影响到的 其实现在目前的应该是 产科医师 新肠药科医师 以及 由新肠药科医师 所转介的 他能够想象的到的 各特的次章分析 那这样的一个 路径呢 事实上是蛮传统 蛮实用 但事实上它不太有效率 所以如果 借用一个非常的结实的 传统 但是非常的好的 一个临床路径 目前的传统路径之外 我们能够把 加上 故以新时代的意义 新时代的一个技术 我相信 它应该会非常的好 那可以 让这个Odyssey 不再变成一个 非常的漫长的一个 suffering 那如果要做一个 molecular diagnosis on those rare disorders 上次是有它的困难性 不过还好 由于新的一个 技术的一个革新 事实上我们已经 逐渐逐渐能够 得到比较好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 tool 然后能够比较有效率的 来面对这样的问题 但是呢 它还没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状况 事实上有很多值得探讨 因为时间关系 我都没有意义的来讲 其实Data Read Deciparate 两年前三年前 找不到 读不到 其实现在有新的一个方式 有新的Data Bank 有新的一个方式 那事实上 我们还可以再Read 再 rereading一下 所以呢 Data Genomics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这些呢 事实上 它还不深深地成熟到 完全能够 无所困 无所不包 所以我们还有很多 无所可以做 我们还有很多合作的关系 可以建立 所以呢 这一个非常Complex的 Multi Disciplinary的一个Approach 事实上 它必须要加强 我们的Data Bank 说出来是Data Bank 刚刚提到过了 我们自己独特的一个Mutation 要不是有MTS 我们之前事实上 怎么做很难去找到它 到底是平常在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有自己 有Data Bank的团队的时候 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 慢慢慢慢 我们应该能够 让很多的Costate Genes Forever Disorder 能够被彰显出来 能够对你厂商与 大家帮忙 谢谢 谢谢